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刚才应该是透过法庭文件 那川普的律师跟这个福尔顿县 佐治亚州福尔顿县检察官的办公室 已经商量好了 基本上商量妥障 在星期四 今天是星期一 在星期四 川普将到福尔顿县自首 他叫自首就是报道 报道呢完成一个保释过程 完成监狱过程 完成保释过程 那似乎都在回避他收监入狱的这个程序 就这个说法 但是呢设定了保释金 那保释金就代表他已经投监入狱 19个人都设定了不同的保释金 川普最高20万 这个朱利亚尼没说多少 另外一个他的律师是10万 所以是根据不同的罪名 跟每个人在其中扮演的位角色 他们订了不同的保释金 那川普是最高 商量之后的结果是20万 所以川普会到星期四 到监狱去报道 应该是他完成他的入监的手续 因为他先入监嘛 先被抓 被抓之后再保释 他肯定是这么一个程序过程 所以这个程序过程呢 也就是说川普不会留在监狱里面 但是呢 在他的记录当中 这个人就被判监入狱过 也就是说是有了污点 那会不会留下指纹 留下照片呢 通常他讲的是这样 这样这个案子就成了一个罪心 因为他的截止时间是 星期五到中午12点 所以他是提前一天 那川普到 而且定了很多附加的规则 他附加规则就是 川普不得在互联网 包括他的真相社会 去讨论 抨击任何本案相关的证人 就是证人 同案犯 以及法官律师 都不得攻击 那不得以任何方式 来泄露 与本案相关的内容 他整个条款非常清晰 条款当中特别表明在互联网上 非常清楚表明 给我总体感觉呢 似乎川普没有 一改之前的某些做法 川普非常 用过不太那什么词 非常配合 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看到 在川普在相关 凡是涉及到法律问题的时候 其实川普确实都是非常配合 没有任何其他的一种 更过分的动作 但是呢 就目前而言呢 川普也没办法有什么更过分的动作 在联邦的法规当中 在联邦的案子当中 并没有像佐治亚州表现这么残酷 就这么 他限制这么详细 可能是跟 这就是说跟州法律 跟地方是有关系的 所以地方表现出对川普的那种恨 那同时呢 也表现出在地方的角度 丝毫不会顾及任何联邦层面的尊严 就是美国宪法尊严 美国选民的尊严 美国国家尊严 美国总统的尊严 他都不去考虑 他只考虑以法律的名义 就是以州地区法律的名义 一视同仁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基本上就用了共产党这话 所以而我个人的角度 我以为这是对美国的侮辱 对美国 对美国的法律的侮辱 对美国的总统的侮辱 那当然朋友可不一定接受了 我只是代表我个人的看法 因为这个东西 当你不去考虑 这是美国总统 你也并不去考虑 就是一切都是你 以一种宣泄的方式的话 美国总统就是不同于其他美国人 如果美国总统同于其他美国人的话 他为什么还有特勤局 他还为什么还有美国政府当中 所其他任何人所不具备的 这样一些相关的法律 这是一个很显然一见的 因为总统代表了 在那四年里 美国人民的选择 对吧 而不是他个人的问题 所以当你不去考虑这个层面的时候 你就知道这个东西就是 这个国家在他们角度 在他们以法律名义的角度 本身的过程中 当不去尊重一个国家处 其实实际在摧毁这个国家 以这个国家的名义 去摧毁这个国家 那川普很显然 川普没有太多 他知道 他一改之前的做法 基本上没有太多言论 什么都没有 在他真相社会当中 也没有太多的评价 佐治亚这件事情 那唯一能够牵扯到就是 在佐治亚的参议员 参议员当中 有参议员呢 去弹劾这位检察官 提出了弹劾的意见 但是呢 so far在佐治亚州长 佐治亚州长是非常恨川普 共和党人 所以佐治亚的州长呢 就完全否决 采取一种否决态度 他说我没有看到任何证据 我没有看到任何证据 去弹劾这位检察官 那至于说 在佐治亚的有关大选问题 他明确讲说 我跟川普讲过 在佐治亚没有发生过 大选欺诈的问题 从来没有 那这个东西有一个很有趣的 因为如果发生了 佐治亚州如果发生了 选举欺诈 那是佐治亚州州长要负责 州务卿要负责 所以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东西 所以这件事情 就以这样的方式出现了 那当然在法庭中如何过堂 佐治亚的法官自己讲说 在佐治亚 在这个 在佐治亚本身的 没有那么大的法院 没有那么大的法庭 没有那么大法庭 能够一次融下这么多人 并不清楚他将如何解决 他会不会破千荒的跑到 亚特兰大体育场去 体育馆去进行听 不知道 那按照中共国会有这种做法 那他们就不知道 所以他就讲说 没有这么大的地方 那基本上 概况就是这么个概况 那英国 英国的美日电讯呢 就做了一个简单的概况总结 8月14号 8月14号被指控 那被赋于下周五 中午是最后的期限 他会把自己交给富尔顿县的 富尔顿县的监狱官 进行抓捕跟预警 他要交20万美元 作为保释 他被命令不得传递 任何威胁性的社交媒体资讯 所以他就川普只是 在他的社交媒体上说 你能相信吗 但他没有 他没有更多的评价 因为他任何评价 都在对抗法庭 这是真的 我在佐治亚 我星期四将去佐治亚 亚特兰大 被极左的地区检察官 威利斯抓捕 他正在监督美国历史上 最严重的 最严重的 最恶劣的 谋杀于暴力犯罪的地区之一 这是讲亚特兰大 他说我去亚特兰大 不是旅行 而是被谋杀 这是一个完美 我只是为了打了 只是打了一个电话 所以他基本上 那他所有做法 都是一种 为他大选服务 这个川普是这么做法 在佐治亚州 在佐治亚州 对他提出指控之后 两天之后 那川普在爱荷华 就是第一个投票的州 在爱荷华的 他的民选的 民调民选的概念当中 增长了五个百分点 那德桑迪斯下跌了三个百分点 是七个百分点 所以川普在爱荷华的 这个得票率 几乎是德桑迪斯两倍 那这是就这样了 然后他提到说 他做法 就是检察官的做法 是为自己选举 筹集资金 确实是有这个成分 没错的 所以他讲说 他们是在跟 拜登的司法部进行协调 选举干预 这是将要出庭的 富尔顿县的法庭 监狱 监狱 他要透过这个监狱 完成他的整个程序 这都是当地的 应该是当地的警察 保时金二十万 然后不得不得这个 有任何发表言论 那监狱周围呢 很破 这个监狱很破 是全国有名的 脏乱差监狱 那他讲说 监狱周围不满障碍 富尔顿先说 他们他不用职帮 获得任何特殊待遇 他必须像 臭名昭著的 其他人一样 被指纹 被拍下照片 那该监狱 是以肮脏为著称的 但川普不会被关在那里 那里面有臭虫 有蟑螂 代表着各种的死亡 里面川普呢 说美国上个月 曾经对相对地方 进行过调查 就这家监狱 极其脏脏 充满了各种的 这个 这个 猖獗的暴力 伤害 警官过度使用武力 这是这个监狱的特征 所以这是 大概故事是这样 说一般的保释条款呢 需要一个多月 才能出庭抗辩 那他达成协议的本身呢 这种情况都比较少见 这是讲 这是他讲他整个过程了 然后提出了一些条件 在社交媒体上 转出转发任何帖子 都是不被允许的 不得去做出任何行为 恐吓 与本案相关的任何证人 同案人 或者阻扰司法的这种规定 这是条款啊 整个是条款 应该 这是通告的一些人 然后 是今天上午达成的协议 这个堪普没有去弹劾威利斯 堪普本身是拒绝弹劾 所以这是我们与这个案子 相关内容呢 就跟大家更新了 我坚持认为呢 他回到 就是到了佐治亚 那与这个地区的 黑人命贵的一切直接相关 跟美国人的黑人的历史相关 跟对川普所实施的 黑手党三K党 黑手党三K党 黑社会 用了这么一份法律去告他 是相关 代表美国社会一个大巡回 那这个大巡回有可能 在法庭庭审的过程中 出现根本性改变 就是美国社会出现根本性改变 那这一份的根本性改变呢 是跟川普尊重法律有关 所以这一份的改变 就使得美国社会 以川普最终的结果 去诠释了当年 在无论是黑人命贵也好 漂也好 与黑人相关的这段美国历史 作为了一个总结式的东西 这一圈作为总结式的 那美国社会 因黑人的出现 而出现很多法律上的改变的 很多内容 可能会针对这个案子的过程中 出现变化 原因就是福尔顿县的检察官 借助了这些法律 然后去达到了自己的 很显然使用了一种非道德的手法 非道德的基点 去使用了相关法律 那对美国联邦 美国的总统和美国国家 以一种客观侮辱的概念 而出现 从而出 必须要改变它 美国国家社会是不能接受的 而不是你一个福尔顿县 或者说 佐治亚州如何 是这个问题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